欸,你好,我這裡有一斤啦 一斤蝦 那請你幫我用胡椒蝦 那大哥講 欸,好啊 大哥,請問現在可以幫我弄胡椒蝦嗎? 要請一斤喔? 有一斤啦 喔 對啊,有一斤 你如果滾滾來撞就好 好啊,我那給他就好了 對,對,你撞就好了 好啊 他送拿給你耶 拿給我? 欸 他外場耶 還是很不方便做就算了啦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五谷的休閒大釣場 今天我怎麼又來了呢? 還記得上次我們來這裡 喔 是兩三年前的事情呢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來這邊拍片 也是為了開箱新的桿子 而今天呢 我們有個觀眾 他寄了他的桿子給我 他說他已經沒有在釣蝦了 他把他用過的桿子寄給我 那等一下啦 我們一起進去用這家釣蝦場來介紹他吧 GO 我們來開箱一下這隻桿子啊 哎唷 欸,竟然是河東河呢 哇 竟然是一拳耶 他不只出了桿子 還有附他自己去做的尾塞給我耶 天啊,這種桿子感覺就是頂固固的 感覺可以拿來曬衣服耶 可以喔 好 你好,我想要開綜合兩個小時 我們都預收三小喔 兩個小時,那時間到晚再來我們去 那你多少 600 600,好 謝謝你 好啦,OK啦各位 我已經開好綜合池了啦 他這邊綜合池會先預收三個小時的費用 600元 但我是想說煎掉兩個小時就好了啦 喔 那我們開始做釣吧 來吧 吹下去 欸,各位 我們浮標沉下去了耶 那我們直接開槍好了吧 有有有有 喔 他這隻桿子真的是硬邦邦的耶 這隻蝦子他完全沒有退讓的空間耶 而且第一隻蝦是正吃的 那看到這邊啦 應該有些觀眾是沒有釣過蝦對不對 就是通常我們玩釣蝦的時候啊 我們有浮標跟釣竹 只要有蝦子去碰到我們的釣竹 我們的浮標就會沉下去 那這就代表有蝦子了啦 欸,各位啊 我們浮標被拖走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槍好了 來吧 奇怪 就算我現在釣蝦釣了幾年 我還是覺得說這種狀況 還是很無解 欸,我們浮標被拖走了 呼吸衣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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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 等了半個小時 終於第二隻蝦起來了 欸 我們浮標下層耶 來吧,那我們直接開槍吧 3 2 1 哎呦 有有有有 雙工 哇 相強耶 我們好久沒有來一個海鮮旋轉了 我們去換個飲料嗎 欸各位啊 你們知道嗎 在這種休閒場雙工 是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 欸 我們浮標沉下去了 嗚呼吸 我們浮標沉下去了 嗚呼吸 中 欸 三個 哇 哇靠 哇 孩子啊 今天這個釣礦 誰受得了啊 咦 咦 各位啊 我們浮標好像有訊號咯 那我們就直接開槍看看 看有沒有蝦吧 有 誒 是說今天這支桿子啊 我唯一的心得 他這支桿子非常的長 然後又非常的硬啊 我很感謝觀眾 他願意寄給我 嗯?我們的浮標好像默默被拖走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槍吧 現在 banyak 2 1 嗯 嗯 FU 噢 這支也是正巿欸 給我們看一下 OK 可以捏 本想說今天釣礦應該會很休閒 但是要收乾前 還才開始搖起來 每次都有這樣 各位 有銅桿的 這底下加一啊 OK啊各位 我們已經收單了啊 那我們來算一下 煎掉兩個小時 450元綜合蝦池 有多少蝦嗎 哦 欸各位我覺得以休閒場 這個感覺來說 這樣OK的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隻蝦吧 來 1 2 18 我們先釣了兩個小時 有18隻蝦 欸這個 OK了耶 我們來蹭一下有多重啦 哦一斤0.2兩 各位 兩個小時這樣子我覺得 那等一下我們把這些蝦子 拿去給他們代工料理吧 我剛點的代工料理來了 他今天因為廚房休假 所以他現場代工料理 只剩這個 胡椒蝦 不過他們說 這也是他們的招牌啦 哦 給我看一下 他這個蝦子 他有幫我們開背耶 哦唷 我現在吸一下這個蝦頭 哦 它這個胡椒香味 有炒到蝦頭裡面 他們用那種胡椒蝦專用鍋 真的比家裡的鍋子還要厲害 你們看這隻蝦子 還有肥厚紅寶石 這個東西啊 它是母蝦 最精華的地方 哦 好濃郁的香味 好濃郁的香味 啊今天這個綜合池啊 我看起來啦 差不多有七成八成都是母蝦 不過我相信老闆也不怕你這樣講啊 他就說 怎樣 我就休閒場啊 怎樣 好啦 我們來竖一下這個 胡椒蝦上面的佐料 噢 噢這個味道好濃喔 如果你們像我一樣吃個重口味的話 我相信 你們會很愛這個胡椒味 真的嗎 如果我現在可以配一點點啤酒的話 我覺得今天這個就完美了 當然 我覺得這顆應該會有很大的希望 可以抽中大漿 给我们看一下 红宝石虾 要没来说说今天来五谷大钓场 这边的想法好了吗 我觉得要经营一家虾场相对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在乌湖这边 这边有一家钓虾场24小时 随时都有虾可以让你钓 而且现场除了今天礼拜二厨房工修之外 来这边应该都是有酒水还有热草可以吃的 所以你跟我说我今天这样钓两个小时 450元的虾子贵不贵 可能对于没有去钓虾的人来说也许贵 可是今天对我来说我们今天可以来这边钓虾 有的钓 然后又有的吃 如果你不想要给他们代工料理的话 你自己去旁边烤架 连代工料理费都省了 暂时啊 大半夜有人帮你料理一下 而且只跟你收一斤150元费用 我觉得这样算OK了 那我们用这只虾 祭你们 还有这间大钓厂啊 我觉得它一直有在进步 以前我当初来的经验是他们放虾啊 他们放下去整桶都是水 老板没虾 可是他们今天放虾 他们都会先在钓客面前 秤虾给大家看 然后秤完之后才放虾 我觉得算是它开始有做出它的诚意来的 我们吃完今天的胡椒虾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老板没虾 老板没儿疑 老板没儿子 老板来电话 老板来电话